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重建自信心吧 因为前面的比赛其实说实上我们发挥的并不是很理想 但是紧接着没有多少调整的时间直接进入到亚运会的比赛中 因为今天是第一场比赛 然后我们整个还是以适应这个场地为主吧 然后我们也是在磨合自己的东西 希望能够通过小组赛找到更好的状态吧 对 因为我们这支中央女排一直是打整体为主吧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她的一份力量在 所以我觉得也是为了后面的比赛全员动员吧 女排精神对于我来讲 她也是不仅激励着可能球迷 然后也是激励着我自己吧 然后我觉得我们也是新时代女排精神的健康者 然后我觉得在困难的时候不放弃的这种精神 然后我觉得是她的朋友也不要深入比赛了